1945年的8月6日 对于日本广岛的居民来说 将是一个永远被铭记的日子 当天的日本广岛和往常一样 晴空万里 阳光明媚 当地的居民们一如既往地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由于广岛地处日本本州西南地区 虽然也能够时常看到美国B29战略轰炸机的身影 但并没有像日本东京一样 遭受到严重打击 据说在投下原子弹之前 美国已经投下了6300万张船单 要求人们撤离 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次投放的每一张船单背后 都标注了一些城市 而文中美军也近乎于请求的口吻 要求这些城市的居民尽快撤离 但这却并没有引起日本居民的高度重视 最终也为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后来我们都知道 为了迫使日本法西斯的尽快投降 美国B29战略轰炸机 分别向日本广岛和长崎 投掷了代号为小男孩和胖子 两枚原子弹 据统计 这两枚原子弹爆炸 导致日本超过20万人以上死亡 和严重的财产损失 最终迫使日本不得不宣布 无条件投降 从上面的描述当中我们知道 早在美国投掷原子弹之前 就向日本潜在投放地区 抛洒了数千万张船单 要求日本普通居民撤离 然而为何在抛洒船单之后 却依旧给日本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呢 在讨论这个原因之前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 为何美国要专门针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早在二战初期 日本军方制定了以陆军为主的北上计划 和以海军为主制定的南向计划 在北上的计划执行当中 由于日本陆军在诺门坎地区 遭受到了苏联军队的迎头打击 遭受了惨痛的失败 最终迫使北上计划不得不被迫停止 转而开始实施所谓的南向计划 在这项计划当中 其核心便是动用其陆海优势 来掠夺东南亚欧美国家的油气资源 为进一步发动更大的战争做准备 和陆军的北上计划不同 以日本海军为主制定的南下计划 在战争初期获得了众多战果 并一度攻取了东南亚大量的欧洲殖民地 然而此时的美国也开始愈发看到 日本的狼子野心和侵略性质 开始逐渐减少 甚至中断了对日本极为重要的石油和钢铁出口 这一结果也使得美日两国关系开始急转直下 并间接加快了1941年12月 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爆发 虽然说战争初期 美国军事工业基础强大 然而日本的突然打击 也一度使美国措手不及 最后还是依靠其本国强大的军工体系 才在战争中后期逐渐扭转局势 并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以美日为主的太平洋战争中 双方作战模式主要以岛屿登陆为主 善于防守的日本 往往在防御作战当中 令美国损失惨重 因此在二战末期 针对日本本土的登陆作战当中 即使有着周密的部署 美军军方高层估计其损失人数 也将高达上百万人 而这也是美国所无法承受的 此时的日本军方高层人士 也计划着同美国进行最后的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末期 日本败相早已显露无遗 然而一小部分日本法西斯高层 却依旧试图挽救战争的局势 并制定了所谓的一亿人遇碎计划 即不计伤亡和代价 组织日本普通民众 加入所谓的决战师团 用于对抗未来美军 可能在日本本土的登陆作战 为了进一步拉拢 广大的日本民众加入所谓的玉碎战争 日本出台了所谓的全国总动员法 强迫15岁到68岁之间的男性 和17岁到45岁之间的女性 加入民兵当中 这使得短时间内 日本便组织起了人数高达2800万的民兵 但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由于二战末期的日本军工企业 早已遭受到严重的打击 因此无法为如此庞大的民兵 提供武器装备 对此 日本陆军军部主编了所谓的 国民抗战必读 通篇看下来就一句话 利用身边能够杀死敌人的一切工具和武器 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一方面 日本法西斯高层动员日本民众 利用各种武器与美军进行斗争 另一方面 却还在不断地动用其战略储备 据悉 在日本军方制定的所谓卫国计划当中 还试图利用其后备储存的数十万桶汽油装备日本士兵 用意和美国士兵同归于尽 由此可见 日本法西斯的丧心病狂 针对日本的青少年 日本法西斯也对其进行了残害 在1944年以后 日本就开始了所谓的兵学如一 军教一致的政策 将还在读书的学生 全部进行强制的军事训练 并将他们下放至军工厂 生产武器弹药 甚至还将学校改造成了制造武器 和生产后勤物资的基地 全然不顾学生们的学习 1945年初 在各个战场上都面临失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进一步下调征兵年令 扩大征兵的范围 用于补充日本军队 为此还专门出台了所谓的战时教育令 将学校学生全部组成赶死队 用于对抗未来美军登陆作战 于是乎 在见识到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之后 美国军方开始动用各种方法 来试图加快日本法西斯的投降 减轻美国军队的伤亡 一方面 美国开始游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用于打击盘踞在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 另一方面 开始考虑使用其他非常规手段 来达到不战以屈人之兵的目的 也就在此时美国在新墨西哥州试验的首枚原子弹获得成功 这一消息立马引起了美国总统和军方高层的极大重视 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原子弹的爆炸成功高度重视 在他看来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巨大威力 也能给日本带来巨大伤亡 震慑日本法西斯高层抵抗的决心 同时又能极大的减少美军自身的伤亡 最终权衡利弊之后 美国总统及军方高层选择暂时性的搁置登陆作战计划 并选用原子弹来代替执行登陆日本的任务 当听闻美国高层做出此项决定之后 以爱因斯坦为代表参与过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 立马站出来反对 在他们看来 原子弹所带来的巨大威力和严重辐射 将会给人类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对此 美国高层最终也是迫于压力 选择先利用飞机投放船单的方式 来尽量疏散日本普通民众 用以减少无辜的伤亡 在如今的日本长期 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上 收藏了一份当时美国军机所抛洒的船单 在这份船单的背后 详细地标注了美国军机将要轰炸的日本城市 并要求日本民众认真详细地观看 特别是在船单末尾还写明了 轰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日本民众带来所谓的和平 此外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 为了进一步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目的 美国还在日本的广大地区继续投放相关的船单 其内容也无外乎进一步渲染原子弹爆炸产生的巨大威力 和描绘日本广岛在经受原子弹爆炸之后 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为了进一步达到宣传的目的 美军还甚至专门将船单翻译成了日文 并进行了打包投放 一小部分船单甚至还被映成了日币的样子 以吸引广大日本民众识取 然而这对于日本民众而言 依旧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 这又是为何呢 首先对于日本民众而言 对美军的船单宣传早已司空见惯 在太平洋战争中后期 美国的B29远程战略轰炸机 经常携带大量的船单在日本地区进行投放 这对于已经司空见惯的日本普通民众来说 已经毫无新鲜感 其次日本普通民众缺乏对原子弹威力的了解 在当时不要说日本的普通民众 甚至盟军方面也只有极少部分的人知道原子弹的存在 说到这里 那么原子弹的威力有多大呢 据悉美国从1939年开始研制原子弹到1945年 总共也就只研究出来三枚原子弹 其中一枚被尸爆 剩余两枚都被用在了日本身上 实际上早在广岛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后 其严重后果就已经被日本最高领导人 以及少数军方高层所知道 甚至还派出了专门的科研人员去往广岛进行调查 但令人吃惊的是 当局为了隐瞒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巨大威力 向日本民众宣称 广岛是遭受了陨石打击 严密封锁了广岛被原子弹轰炸的相关消息 这也使得当时的日本民众 完全无法了解到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真实伤害 曾经有美国高校的教授 在对二战时期美国在日本抛洒船单的行动分析后得出结论 美军在日本大规模投放船单所带来的最大成功只有一个 那就是给日本普通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 当时的B29轰炸机如同死神一般 它的出现立马让日本民众惊慌失措 而民众的恐慌情绪和四处躲避 又使得日本军工产业陷入停滞 军队的调动和部署也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中 当然也有一些军事学家来看 大规模刷伤性武器的使用 在战争时期极易导致敌方普通民众严重的损失和伤亡 而美军也是在实验过程中 就是知道原子弹的巨大威力 因此美国在投放原子弹之前 所做出的抛洒船单的行动 实际上更像是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 来进行军事行动 只不过为了美化其投放原子弹的战争罪行 可以说在内外种种原因的相互影响之下 导致了当时的日本民众 在面对美国投放的原子弹时缺少了足够的重视 从而导致日本民众巨大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虽然最后战争的走向也达到了原子弹投放的目的 但迄今为止 美军投放原子弹的对错 在国际上也依旧是被讨论的话题 二战后 世界各个国家也开始限制原子弹的使用和发展 并在1970年签署了著名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gaylenici...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